ab 反正就体育场有个大门 最重要是要把你們的聲音 讓委員聽到 你要讓我們進去啊 你都不讓我們進去 我們怎麼講 改善目前彰化線 它整個工業區 缺帝的一個困境 同時我們要建構一個低污染 安全優質的生產環境 增加就業機會 及帶動地方的繁榮 讓這個地方 地區變成一個低污染 低用水 然後低廢水 低空污的一個所在的 全新都市區域 讓這一地的部分 都可以安心在這邊就業跟生活 全新工業區上面有寫說 可視租面積還有77.21公頃 然後上面工業區1830公頃 雖然它下面標註說多維 什麼什麼原因所以怎樣 但是這個多維到底是多少 也沒寫清楚 那你是故意的嗎 什麼叫做多維 你要寫出來說 好 你到底幾公頃 是因為工作才使用 你也沒寫這個開發只有9.99公頃 會像每個人都覺得非常的荒謬 所以要解決未登記工廠 只能幾家 十幾家 你要解決什麼屁 我不懂 就是這個開發根本一點 合理性都沒有 其實張編公安區開發到現在 三十幾年以來 一直都是很多的 應該說一部分是賣出去 可是放著沒有在動 因為產權已經屬於私人的情況下 這是過去政策上沒有去考慮到這一點 以至於現有的土地 已經完成公共設施開發 市出的土地 90%的土地已經市出的情況下 目前都沒有辦法 有很大一部分目前沒有開發 因為它掌握在私人手上 那很多的計畫其實我們看起來都是先射箭再畫法 通常都是我想要開發這塊土地 我想要利用這個 然後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造成現在我們看到的土地的使用的錯亂 然後整個國土規劃現在很多自愛難行 一堆問題丟進來 然後大家都沒有談清楚 然後最後又在表決或是爭議中通過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核心的上位計畫 它到底有沒有必要存在都沒有理清楚 好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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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我虽然在大一下已经决定要走生态研究 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方向 所以当时就像一个博物学家一样 蝴蝶、昆虫、植物、鸟都会涉猎 那一直到大三的时候 因为修了鸟类学 我们系上有鸟类学的老师陈炳煌 启蒙了我对于鸟类学的研究 当时在1988、1989年的时候 省环保处又利用了想要用大渡溪口的这个湿地 来做一个垃圾压缩填海计划 所以当初陈敏华老师在开会的时候就说 这里完全没有生态的调查资料 那你就要把它填掉了 这样子如果这边有重要珍贵的生态资源 那我们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当时就由陈老师接了这个计划 我就负责当时的这个野外调查工作 后来垃圾也埋场 公告之后 那个深港乡、泄西乡的乡民就觉得 为什么要在他们家乡附近做垃圾填海 所以后来抗疫了 这个计划就停止 可是你可以看基本的硬体设备都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这个海亭 已经阻断了原来潮水进出的路线 让这里最靠近岸边 原来台湾造的一些数量最多 所以你要长潮在栖息地方就陆化了 因为这边水就很少再进来 所以整个最好的最精华的一块湿地 就这样被破坏掉 火力发电厂开始发电的时候 就要有高压电塔 所以最开始是高压电塔进来 再来是西滨公路 再来是风力发电机 所以食物量下降 漆地切割破碎的影响 所以让大度吸口 曾经是亚洲12个重要湿地 过去大家认为赏鸟人的天堂 结果不到20年30年的时间 整个生态系统品质下降 大少雨没有了 其他的育人科数量也减少了 云林观草也不见了 台湾造的蟹也几乎快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对于海岸生态的 研究跟观念是非常缺乏 才会做出这样的错误的决策 今天特别带我这一台800的大炮镜头出来 这一台是我将近20年前 在大度吸口 还有在张宾工业区拍的这一支 那时候3000支的大少雨 我们可以用这一台镜头 那相机虽然比较差一点 但是那时候拍的鸟可以拍很多 有时到现在 相机越来越好 解析度越来越高 可是鸟却越来越少了 大少雨体长大概有60公分 那其他的中小型水鸟大概15到20几公分 所以大少雨的体型是相对非常大的 那在东亚的迁徙线上 东方亚种的大少雨大概有3万多只 那1980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大少雨族群量大概可以占到20%左右 那随着这个我们西部海岸的这些开发破坏 大少雨数量到2020年为止 大概不到800只 所以这个数量下降非常快 我们这里是彰化的永新鱼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鱼温 其实以前是一个泥滩地 在1980年代的时候填起来变成一个温格的养殖专区 所以本来这边有很多朝鲜代的生物 现在也全部变成渔温 大少雨之前进来的时候会选择几条主要的提案休息 他会选没有植被 这个比较干净的水泥提案 因为他不喜欢停在植被上面 会干扰他的视线 所以他会选择没有植被的提案 那以前会大概分布 在三条主要的这个提案 但是后来因为干扰比较大 他现在就散开来了 所以现在主要的一条 通常以前可以停个五六百只的 现在大概只停到剩下不到100只左右 那另外两边 这边有几条 以前也都停满多 现在也都数量越来越少 那我们现在到第一条 主要以前之前停非常多的 那目前刚刚看起来 只剩下不到100只左右的大少雨停在这边 这个我们也跟当地 这个他的温温的主人沟通过 希望他能够做一些 降低对大少雨干扰的事情 不过他的意愿是比较低的 他觉得没有什么好处 对他来讲 就是他按照他习惯性的这个操作方式去作业 就不想改变 不会因为大少雨有所改变 好我们动作放轻一点 大少雨很敏感 所以我们要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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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可以看到西滨公路 但是这边因为栖息 所以它也会远离车流的方向 因为永兴温现在养殖状况不好 因为环气温的变化很剧烈 温格养殖尺 通常一尺 因为一次的高温或低温可能会死掉很多 所以当地的渔民 气氧的感受是比较强的 所以目前很多再生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板跟风力发电的这些厂商 就想要来租这些渔温作为再生能源的利用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一旦再生能源用到这样的渔温 等于是粮食生产的功能就被替代掉了 那一旦设置了很多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 所以水鸟栖息的环境也被破坏掉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比较担忧的是 这些养殖状况改变它的形态 变成再生能源的这个开发利用 就是这坚塌的是 S dar它的太阳光 它是非常整齐的 产灵的ometer 您的掌握 它的鸟力显得非常重要 人的内活力 我們現在是在鹿港的輪圍灣漁港 其實我阿公以前也是在鹿港的海岸抓海狗 但是現在就他抓海狗的地方 其實已經填起來變成張冰工業區了 然後這邊後面這些船 就是我爸有一條小小的船 就停在這裡 我們家其實就是靠這條船 然後還有一個吊具店 然後就養活我們全家 我媽媽 我姐 還有我 外海這麼大 哪一邊啊 雙尾 靠近來 就是白艾屯長走的路線 長冰工區 對啊 長冰工區 我也來 會到台中嗎 沒有 沒有那麼遠 我是最近才考上船員證 才有辦法搭我爸的船 所以那次我是第一次搭他的船一起出海 然後上船的時候他就叫我穿舊生衣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根本沒有人在穿舊生衣 只有我在船 然後坐在船上一直叫我不要亂動 就是坐好 因為他就是很怕我有什麼危險 好 你坐好坐好 不要動喔 我們要出去了喔 好 你第一次坐船不要亂動 等一下掉下去怎麼辦 又不會怎樣 叫你不要動就不要動 很危險 你要叫我勾魚啊 勾一個蝦子 就把線收緊一點 收緊 用這個收 左手握肝 右手 右手 握手握手握手 好 OK OK 放著 等一下他尾巴如果在動的時候 好像在動了耶 好像有 真的喔 好 趕快拉起來 慢慢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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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邊有魚耶 慢慢捲 慢慢捲 有魚耶 要幫我把魚抓起來 好 停 停 停 真的有耶 第一根是種魚耶 是什麼魚 我好像是怕逃了喔 好像是怕逃了喔 等一下就咬了喔 一隻 種一隻大隻 比你那個小的 更多了 一隻就好了 你要吃這個嗎 喔 真的喔 真的喔 好像來了喔 這是什麼魚 怎麼是大隻 黑雕破喔 你看 為什麼我都釣不到 你用的兒不一樣啊 真的很大喔 他們要是大隻的 看著我 我都釣到 那些人 其實有很多 裡面的兒子 看到我 那些人的兒子 都釣到 那些人的兒子 都釣到 我都釣到 你做什麼 那些人 說ывbei在香港和香港的施力 說中購物膽很非常好 反正對中共造 leur了 敷衍說 долларов 說的就是 用水衍做法 未試定用湊 發 homem假的 我大學的時候是在台北念外文系 然後念大學的時候就有參加一些環保團體的活動 所以就比較知道 這些關心環境議題的人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大都市的生活 然後畢業後知道彰化的 就是在地的環保團體其實有缺人 然後就想說好 那我就回到家鄉 回到中部來工作 我覺得我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就是如果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就是會想要有一些行動 其實環境議題就是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在發生 尤其彰化這三四十年來有非常多的開發案 一直都沒有停過 那會希望我的參與可以有一些改變 我今天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在這場 是誰隔著這個 如果看到一切不公義的問題 如果看到一切不公義的問題 然後看著這些寫來就要去公義的問題 我做生態研究的一個傷心地 這裡曾經是鼓舞我震撼 讓我看到數量最多大勺域的地方 1995年我們就調查 就一個非常漂亮的生態地 在2001年的時候 剛開始要興建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這邊做觀察 而且建議這個賞鳥牆 不應該蓋在這裡 因為那時候東北季風 北邊在這邊 東北季風這樣吹 然後你可以看這個賞鳥牆 高高低低的 所以當我們把望遠鏡伸出去的時候 其實也是面向北風的 所以這個位置完全不對 再加上吐體效應 讓這個整個飛沙飄沙 整個蓋住了前面的灘地 跟這個賞鳥屋 所以整個環境都被破壞掉了 本來很多水鸟的地方 現在幾乎都不見了 而且我曾經 如果我總共拍了大勺域 拍了五萬張 大概有三萬多張 四萬張都是在這邊拍的 我在這邊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研究了大勺域的棲息蜜石 還有它的糞便分析 都是在這邊採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時一兩千隻 三千隻的大勺域 停在這樣的海岸 其實是非常壯觀的 所以每次來到這邊 看到這種飛沙走石 沙漠化的現象 感觸是非常深刻的 這一張就是以前的 大勺域的一張解說牌子 你看都被埋在沙堆裡面 好 還殘留一些字跡 曾經有三千隻大勺域在此 其實它曾經是一個人高的位置 那現在被沙子埋住了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從地底挖出來的感覺 所以這很像考古學 曾經這裡有三千隻大勺域 可是現在一隻都沒有了 最後一批的大勺域 就是2009年那一年 冬天要來的時候 這邊就沒有大勺域了 那邊就往南彰化的方 的方越那邊移動 南彰化那邊的 這個大勺域也是從 本來沒有 然後兩百隻 三百隻 五百隻 到最後剩下大概 大概七八百隻左右 大概就是 一部分往南移動 一部分離開台灣 那我們推估它可能 到了香港去了 因為香港米埔那邊的大勺域 是逐年增加 那它的台灣的減少 跟香港增加 剛好有一個黃金交叉 所以很合理的判斷 這個大勺域是往米埔那邊移動 在公司上廣告 跟香港的減少 一般的營業 在公司上廣告 也可能是一邊 是一邊的 在公司上廣告 封面的 和公司上廣告 我們來的 一邊的 一邊的 空間 海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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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過來了 兩隻會領域行為 什麼行為 領域行為 你看這兩隻 它會走在一起 然後會警告 把另外一隻趕走 他們在瞧那個 秘食領域行為 這是我第二次來香港 然後第一次也是在五年前的時候 然後剛好也很巧都是跟家長老師一起來 然後我們這次到彌補師弟也是來看鳥 這次 其實來這邊看大小玉看到非常多隻 家長老師預估是有一千五百隻 是真的非常非常多 然後不只有大小玉還有很多不同的鳥 看起來大概有上萬隻 然後其實在彰化我們看到大小玉頂多是五六百隻 數量是差非常多的 然後他們整群飛起來的時候 肚子白色的翅膀黑色的 然後這樣子飛飛飛飛 就是看起來真的就像是 星星一樣在那邊閃閃閃 就當下真的很感動 會有想哭的感覺 смог看來看 很像是一個小玉頂多的 會心裡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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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去以為一直說 這裡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觅食地 可是看起來觅食狀況並不頻繁 雖然有少數一些大韶魚 可能50隻以下 是在米普濕地密食的 但是大部分還是在外圍 那我想可能幾個原因就是食物資源 我看大韶魚在這裡密食 主要食物還是以螃蟹為主 所以有可能在其他外面的攤地 螃蟹的數量密度比較高 然後在米普濕地這邊 可能貪突魚的數量是比較多 所以大韶魚可以適合的密食棲地 反而是在比較外圍的地方 這裡可以看到說 其實一個好的保護區 它應該是要有完整的生態功能 而不是只有一塊地 如果今天只有保留了米普濕地這一塊棲地 但是外面的密食地 可能都被污染或是被填掉 那這樣子光流一個米普生態保護區 其實它的功能是不完整的 所以這樣其實也給我們很多的一些思考 就是在我們做於棲地管理的時候 我們對於棲地功能的分區 整個完整性要做統一的考量 而不是想說我畫一塊保護區 兩百公頃 五十公頃 這樣就好像保護了水鳥 國光石化它是一個很大的開發面積 它的影響範圍到八千公頃 實際填海遭陸對可能到四千公頃 它這麼大的一個棲地消失 在這個報告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在我們現在這個左轉溪口的海岸 有非常豐富的農漁業 當國光石化設置下去以後 會讓現有的農漁業完全的崩潰 所以它創造的就業率 是讓很多十幾萬的農漁民 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海域 在這個彰化平原來做養殖的 所以我們叫做這個不公益的開發 不是說環保就不在乎經濟發展 而是這樣的開發 是違反公平正義的開發 是不當的開發 是台灣不需要的產業 國光石化的原料產品 都是全部要外銷到中國的 如果國光石化在台灣發展 台灣變成中國的離島工業區 船長 船稍微停一下 要空拍 船稍微停一下 船稍微停一下 2002年台湾确定有白海豚这样一个族群 当时估计的族群量大概有100头左右 在2008年国光石化开发的时候 在东方海岸会对白海豚的生态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当初就利用白海豚 让它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性物种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雪色海湾 那你会对那些白海豚被屠杀 而落泪而愤慨 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贪婪跟自私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白海豚 可能会因为不当的开发消失 看得见的杀戮 我们可以归罪给那些 渔民或者是整个共犯结构 但是白海豚现在的灭亡是一个看不见的杀戮 是一个漆地的消失 是一个永续台湾的一个 一个灭亡 国光石化他说保护白海豚 不是他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 那政府说因为你要开发 所以你要负担你的企业的责任 两边推来推去 我们现在只好由人民站出来 我们大声说保护白海豚 保护失地 保护台湾有去发展的未来 是我们全民的责任 这地方不是只有你们认为的人烟稀少的费力 这不仅是私利 这是我们的新开火灭 这是我们生存的地方 所以说为了发展为了经济 来引进高耗水高污染 然后高致癌的一个国光石化进来 这是跟我们彰化永续发展是相抵触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县长跟全县的人民说 我们要发展是赚更干净的钱 不是在走回头路 国光石化是从屏东高雄云林 都不要的 今天竟然彰化现场周波炎去争取来 争取人家都不要来的垃圾 这是彰化千古的罪人 那时候在开国光石化环瓶的时候 一个礼拜曾经有三四天 然后连续这样开会 所以我就是把车子开到台北 然后就把车子当作一个工作室 然后笔记电脑印表机都放在车上 然后晚上就睡在车上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要 那个白银屯连鼠书那个三万个名单 我就是在车上这样把它列印出来的 所以其实当时过得是非常辛苦 但是觉得为了要能够在环瓶会上 我们还要打新闻稿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议题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就直接在车上里面工作 然后那时候花费也蛮大的 那其实并没有什么收入 因为环保联盟理事长是无几职 所以那时候也过得蛮辛苦的 所以大概都存责里面 大概存款都非常少 所以当时也都 就只能用刷卡或者是 甚至会负债 所以过得蛮辛苦的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那你太太怎么想 她认为说 因为她是公务人员 然后基本上她也没有办法站在 陪我站在第一线反政府 但是她非常认同支持我的理念 所以她 我大概都是靠我老婆的薪水在养家 其实对家里的经济是完全没有贡献的 那我们现在任谷说都在这边 十点记者到 我们就一次全部的人都跑过去 然后大家名单把它撑起来 那像这边那背景就是总统府 那就是让总统府看到 我们有这么多的任谷的名单 所以我们明天会正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 我们看我们的政府是在支持台湾的永续 还是在支持这些高污染高耗产的财团 来破坏我们的家园 我们今天动员的这些人一起来参加 把这个牡丹展现出来 是要告诉政府 我们有三万的人民 希望来保护我们的家园 守护我们的白海豚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这个环境迅速的申请 我们这个阶段要买200公顷的湿地 那如果这个阶段达成 我们就持续的在任谷 继续的买剩下的1800公顷 所以我们目标是要买2000公顷的湿地 那我想不是一蹴可击 像日本买龙毛森林也买了20年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环境运动可以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台湾第一次用环境信托 来保护我们环境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支持 我们人民的力量 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希望说 既然这片湿地 政府掌管的这个公共财 它要卖给私人财团国光石化 那我们当然也是有权利 像这样我们一起去竞标 我们一起去把它买下来 所以当时一平方公尺100块 政府要卖给国光石化 那我们就用一平方公尺119块 价高者得嘛 我们的单价比政府原来要卖给国光石化要高 那政府应该是卖给我们才对 所以我们就号召全民说 既然政府要卖 那我们就是也是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认股 一平方公尺为一股 一股119 那我们来登记 结果在三个月之内有将近5万人 全台湾各地有5万人 包括小学生各级 大家都觉得我居然可以用119块 买下台湾的一块土地 他觉得非常高兴非常值得 而且又能够守护这片湿地跟保护白艾屯 所以当时引起大家非常多的这些回响 博会要求行政院透过经济部 促请国光石化 在他要举行的股东大会当中 明确地表明 不会支持国光石化开发案 在彰化线继续进行 那国光石化也因为白艾屯的议题 最后无疾而终 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 我们学术界确定了 台湾的白艾屯为台湾的特有亚种 那随着这个西海岸的开发等等 气地的消失破坏等等 到现在族群数量已经不到50头了 如果从学理上来讲 这么小的一个族群量 它其实已经属于 几乎是野外绝种的这个地位了 这一片就是彰化最大的草坚 没有啊 因为想说 就要跟他结婚 他其实都没有来过这一片 就是彰化最大的草坚 然后想要带他过来看看 然后 因为他也是彰化人 所以我们之后结婚也会继续住在彰化 看这里啦 这里 喔 很重啦 有这么重吗 你自己来看看 你身体怎么那么虚 好 来 换你 好重喔 你好重喔 快点 等一下 好了吗 看镜头 好 OK 好重喔 好重喔 没有 大部分都提提了 没有 大部分都提提了 对啊 真的是运气的 放这一块好了 这一块 你来洗一下 好多喔 所以你觉得有果光石化好 还是没有果光石化好 基本上 当初我们在 站在反对这一方来讲 好 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生态理由 这个部分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很大的 那个社群组织 等到国光石化之后 这里的利基就是每年大概 增加百分之二十 这个是国光石化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做利基 这边的牛的坦液 或者是生态理由 这边不会有人推 所以它变成一个利基的方向 现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未来还是有很多的危机 比如说中科的议题 还没有解决 第二个可能 也有人上游 排很多什么猪粪水下来 没有处理的 这个都是我们目前 比较头痛的部分 是啦 我们喔 我们海域是不是有 规划风力发电那个部分 所以喔 它停在这个地方 第二艘是补给船 第一艘是主要的 办公室的工作船 所以如果有怪手 是放在第二艘船 所以到明年 你还可以看到它 水哥 你们在地人对离安风机 有什么看法 基本上喔 我们听到的就是 脱网遗传的人 反对会比较高 因为它会影响它的整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 它在施工的范围 对这些金屯类的 可能会产生某种的干扰 或者是致命性的危险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 海上观察船 那个部分去处理 那对我们养科的人 我们最怕它的杀 以后会不会在那个地方 形成一个累积 其他的倒还好 但是如果今天是国防实话 这个立即性的威胁 那个就判若两种不同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 好 大家到那边 好 好 好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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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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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我就听到我爸有说 彰化沿海要盖里岸风机的消息 那渔民其实听到是很反弹 因为沟通也不足 然后 沿岸风机可能对他们的权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他们就有将近一百艘的渔船就到海上抗议 那我那天也跟着我爸一起出海 我就把这些事件把它记录下来 这一辈子的事情我们的沟海人怎么生活 一下去大概二三十年以上的事了 超过 超过 这好像只有一只 好像之后会还蛮多只哦 六十 六十只 他一直吸染过去 对对对 所以我们交互记区你无得拆了你 你帮我扣一下一只帮的车到 那时候那帮我还是要送孩子了 对对对 你现在这条从这一只上来就做路 你做路 你现在想这一只做路 我们就没办公主力了 你一边来这样 你 need so 我们准从牌出来 大家的组项在那些帮子上の权益 你像那样 南楼寒楼 他在街上 你把这种东西都给我找一只帮の 那一只帮的 两十万最高 就派去這樣 基礎就有剩下了 那你們以後應該也要談這個部分 如果東西損壞的話 要怎麼賠 對 我們就是說 你現在如果不好的 不處理 你只會願意幫我們做 我們這裡面也沒有 空間好 也沒有空間好 也沒有空間好讓你做就對了 我們好像會出來說 事情要說好 對啦 要就是都不說 都不說 對啦 都不說 就來做 我們不反對於綠燈 對 綠色路 它在上面 風車的車躍在旋轉 它會產生噪音共鳴 我們的海底的魚 會滾走 對 你怎麼知道這邊有台灣白海豚 台灣白海豚 我知道 那你覺得會不會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白海豚 絕對會是不是 台灣白海豚一定會用到 對啊 因為那台灣白海豚都在那裡 20米 所以有啊 這裡的長輩米 可以啊 那中程的話呢 在2020年的時候呢 預計完成 離岸風電 520個MW的設置量 那長程的話 是在2025的時候 完成離岸區塊 3000個MW的設置量 那希望整體的再生能源 在2025的發電量 可以佔比達到20% 來實現我們這個 為何家園這個願景 我們 雖然在推動這個離岸風電的同時 我們一定也很重視說 我們的這個能源開發 不要對環境造成太大的衝擊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三階段 示範獎勵 潛力 潛力長指 需要開發 這三個階段呢 我們都明確地避開了這個 拜登的重要氣息環境 但是重要氣息環境 我們的認知 而且跟很多外國的學者專家 包含國內的那個陳昭倫 還有那個蔡佳陽 也都認為這個重要氣息環境 是太不夠 那個是一個 因為那個絕種的物種 像剛剛我們金融協會的夥伴 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你要用不同的標準 你要用最寬的最寬的 還有我們對漁業衝擊有多少 不知道 我到現在都沒有聽過 誰有辦法告訴我說 因為這個風景剩下去 有多少人會失業 他的衝擊是什麼樣 沒人知道 白藍層衝擊是什麼 不知道 所有都是研究不足的情況下 你怎麼敢去 這麼大面積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中央一定要下來說 因為我們就研究還不足 然後我們當然也很希望 綠能發展 可以趕快的快速的往前走 所以我們就限制嘛 離岸六海裡內 就是上部應開發 離岸風機 這樣就是可以減緩非常多的衝擊 我建議是這樣子 其實台灣白海豚的活動的區域 像彰化的海域 面臨很密集的 這個離岸風機的興建 所以他們現在也非常的擔心 所以我們在講是說 我們看到了問題 然後也根據了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的 水下升學的一些的研究 就是說噪音對於 在水裡面的放大 其實它會比陸地上大很多的 而且不是說加倍而已 它可能是加成的一個效果 那妳常常都要這樣跑來跑去嗎 對啊 到處跑 就是常常需要線刊 或者是 好像很多會議都要到處跑 政府把很多的資源分配 都在開發工業區上面 比如說金錢或是人力的分配 都是在想辦法怎麼把 比如說好的農地開發成工業區 那其實真正原本 在彰化好的這些東西 好的農田 好的漁業 都沒有分配到足夠的資源 那妳資源 在這些東西資源上不夠的時候 大家更看不到農業的這個價值 所以就會變得 有一種惡性循環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 大家就會很辛苦 就有看到這些價值的人 想要好好保留住 那就會有 就會很辛苦 要參加很多的會議 然後去讓大家看到這些價值 很累啊 不只環保團體 連一些 可能是開發在附近的周邊的居民 他們也想要表達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 都會很辛苦 對 也要做 在有些人 很新的 好 可以 全台灣90%的數量都在這邊 可是到現在數量已經下降剩下不到800 像現在這邊等下長潮進來他們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現在已經退出去密使所以我們看不到 那這一隻鳥它是在嘉義的凹骨濕地受傷被撿到 它是翅膀斷掉而且是破碎粉碎性骨折 就是那個骨頭是整個碎裂的 所以即使接回去它也沒辦法飛 所以後來我們經過嘉義縣政府保育科 科長還有獸醫我們共同討論說 最適合野放地點就在彰化 為什麼你看這邊退草的時候現在是退草 所以那些泥灘地裡面有螃蟹有貝類有海蟲 所以這個地方適合它長潮的時候休息 退草的時候可以密使不需要靠飛行 來了大韶玉 你看正好你看 後面一群你看又一群 今天它運氣真的很好 對啊今天它運氣真好 它的夥伴來了 它會落下來停在這邊 對火伴來了 等一下你就可以跟你的夥伴見面 大韶玉 大韶玉在全世界只有一個種 就是歐洲跟亞洲這一個種 美洲也有另外一種大韶玉叫做美洲大韶玉 那我們這一隻叫做歐亞大韶玉 它的英文叫做摩羽 摩羽 摩羽就是它叫出來的聲音叫可 摩羽 所以它們英文就把它叫做摩羽 然後這個是東方亞種 它是東方亞種 比歐洲那一種要體型要更大 在熱帶地方會比較大 而且歐洲那邊 大概估計有15到20萬隻 然後在台灣 在東亞這個遷徙線上面 只有3萬隻 這一種的牙種數量比較少 腳還是要... 腳要轉身 腳要轉身 它這個是亂叫 好來我們就準備 我們要走到那個碳地上面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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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牠不會想要飛回去嗎 牠想飛翅膀也動不了啊 牠沒有翅膀 牠如果要跌倒 好來 大家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牠 牠在走動 牠不知道牠都在那邊 知不知道牠主伴在那一邊 太傷nez了 給我那邊 謝謝 Kane 謝謝c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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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江老師你認為保育比較重要 還是研究比較重要 保育當然是比較重要 因為你的如果 它的棲地破壞 你再多研究 最後研究都只能變成一個考古報告說 這樣的環境曾經有哪些生物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維持棲地的品質 比比如說阻擋一些不當的開發 那比研究來的重要多了 阿夢,阿夢,阿夢,阿夢 無論如何能夠 我看著,啊 因為我看著我 也有漫comm這樣 阿夢,阿夢 有漫漫的 又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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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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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